我們現在來到荃灣這裡 我們今天就吃這一家上百日式燒肉店 很舒服 它是位於羊屋道街市的附近 一出行李箱就會看到這個大玻璃 有很多風乾了的牛肉 荃灣這一家都很大很新鎮 我覺得這裡很風況 飲品櫃在門口 飲品的款式也不算很多 我挺喜歡這些小小的檸檬茶 我們今天來吃這個午市放題 平日是108元一位 今天要加30元138元一位 最上面這裡有每人兩片或兩隻的青口牛肉 如果追加食材的話就要加錢 餐牌下面的放題食材 全部都是任點 任叫的 點餐是自己用手機點餐的 點餐後點餐下單 這裡有不同的前菜 我們自助餐 所以全部都是零元 大概就有這些食材 有這些內臟 它也分類分了很多 雞肉 還有一些海鮮類 海鮮類 有魷筒 蒸魚 蔬菜類 有些就受興了 大概都是這些食材 有些食材 飲料就在外面拿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選完之後就要下單 我覺得在這裡做得不錯的是 這些肉是一片片的叫的 所以就可以控制到它的份量 我們現在就叫了一三百人吃的這個餐 就是包兩片牛 兩隻蝦 兩隻青喉 這個就是二人份量的一盒 我們四個左右兩盒 另外這個就是A4和牛 你看到它的雪花 大理石的雪花型 也很多 看來它也很美 這個是牛肚肉 這個是牛肚肉 這個是一口牛 這個是牛舌 還有一些蝦和青喉 另外中間的盒子是蠔 這餐廳只有兩隻醬料 一隻醬油 另外一隻就好像 有些檸檬味的柚子醬 只有兩隻醬 剛剛就燒完牛肚 現在就試試這個牛肚肉 它也很厚 它這個牛肚肉 挺香牛味 不過有一點點韌 然後就是這個一口牛 這個一口牛是挺香牛味 而且它是挺濃的 這個一口牛真的比剛才的牛肚肉 這次來最重點要試這個A4和牛 這個一三百的餐是包涼快的 每人兩塊的 我試試這個牛 好吃 這個A4和牛真的好軟 它也挺香牛味的 我覺得 它的質素都算不錯 這間A4和牛 你說是不是超入口直用 那些就不是 它沒什麼之類的 但它吃起來牛味是挺香 而且真的不錯 這就是牛舌 牛舌 牛舌是普普通通的 正正常的牛舌 都沒有特別不好 這就是青口 青口也是普普通通的 我相信都是急凍的青口 這個是黑豚類別 全部都是薄切的黑豚 有鹽燒汁 山薑汁 柚子汁 不同的汁 另外有一些就是厚切黑豚 都看到它真的挺厚切 這個是鹽燒青檸 屯拖羅 這個是拖羅 這個這麼大 這個是柚子豬煙肉 這個是雞類 有些雞胸肉 還有一些雞翼 這個綠色 這個綠色是香草 香草雞 這個是那三款內臟 這個是上髮腸 是豚大腸 這個是牛腸 另外這個就是黑漆味雞腎 這個是雞腎 這件 剛剛試了它的內臟 有豬腸和牛腸 我覺得牛腸很特別 外面比較少吃 豬腸就是平常這樣 但它的醃料也是醃得挺好吃的 這個豬腸 而且很厚 這個雞腎終於成功一點 沒有焦到 試試看 它的雞腎很爽 而且很香 真的好吃 如果燒得好 記住不要開太大火 它很野火 很容易焦 這個是海鮮類 燒汁魷魚桶 還有鹽燒青魚 它的青魚很厚 真的夠 這個 這個是青魚 鹽燒 很好吃 它很厚 還有它的青魚味 真的很香 這個青魚真的很推介 一定要叫 另外旁邊這個就是 魷魚桶 魷魚桶也很香 它的醬汁醃得很好 很入味 而且這個魷魚桶真的很厚 很香 魷魚味 這三盒是前菜 這個是沙律醬菠菜 這個是蒜頭 這個是泡菜 這三個前菜是馬上吃到的 這間店的前菜是挺好吃的 蒜頭 菠菜也挺好吃 這盒是蔬菜類 有茄子 有紫薯 還有燒菠蘿 這間店的東西是挺好的 有時候一次的放提尼 都不知道哪樣打哪樣 它全部都是分同一個類別 去放同一個碟 這個海鮮類 這個是黑豚類 這個是內臟類別 分得很仔細 不會撈亂的 這餐廳的抽氣系統 抽風系統都做得很好 不會有一股味 反而上次去吃煙糖牛 整間店都很多濃煙 還有一大股味 抽風系統就沒那麼好 但這裏就做得很好 這個爐 薄四滾燒 真的挺小的 比平時的那些是小的 每次燒的份量都不可以燒得太多 我平時都算少吃放提 因為我都很怕放提 一次過又要逼自己吃很多東西 又吃得很飽很濟 我看它這個1300加1 100多元便宜 便宜來試一下 普遍美本 這間餐廳除了牛肉之外 其他東西都OK的 團肉也是挺好吃的 都不夠的 如果平日來吃便宜 108元就過半小時 其實過半小時真的不是太夠 又要燒又要吃 我們剛才不是燒 我們就好像炒 我們跟市映說 叫它換網 它都很快手換 而且食物來得很足 很齊 很快 正式來說 這間餐廳的食物都挺好吃 配菜和其他海鮮 其他蔬菜燒完之後都挺好吃 我們四個就吃了607元 剛才午餐也不算太多人 現在我們已經吃了差不多3點 現在完全沒有人 我都挺推薦大家來試一下這個138元 平日就是108元的這個房間 我覺得挺值得來試一下 而且質素也挺好的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會喜歡的影片 我喜歡我的頻道 拜拜 拜拜 拜拜